大家好,我是郑杰明 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一下 关于美国大选的话题 美国大选最后的投票日正在临近 今天已经是11月1号了 那么有相当一部分选民 已经提前投了票 关于这次美国大选 我简单的想说一句话 就是请投川普的票 我准备在11月3日 跟我我的妻子 还有我的大儿子一起 投出三张支持川普的选票 为什么我呼吁 大家投票选择川普 不是因为川普有多好 而是因为川普他是最不坏的选择 川普是一个奸商 维利斯图满嘴谎言 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但他治理国家的政策 他所秉持的原则 是对美国 对中国 民运人士的 还有信仰人士 对中国所有异议人士的 反共民主事业 是大有利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特朗普 他在大的原则上 他是站在了正确的一边的 什么是大的原则 就是他分得清 谁是美国的朋友 谁是美国的敌人 那么这个美国的头号敌人 特朗普 以及他的共和党的团队 他们认定美国的头号敌人是 中共国 那么中共 同样也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来自 来自 整个文明世界的头号敌人 所以特朗普 所以投票支持特朗普 对于美国 和对于中国 都是 大力的选项 那么 我简单的说一下 为什么特朗普 他会站在 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 他会站在正确的一边 因为 他是一个共和党人 而且 他是共和党人当中 与中共国 利益交集相对比较少的非建制派 从改革开放 30年来 中共国 他通过南京皇 利用改革 他融入国际资本 积累起来的 榨取的这个 中国老百姓的 民子民高 和赚取的 对美国 对西方贸易顺差 他进行了 全方位的 大力的 南京皇的 行动 那么这个 民主党和 共和党的 建制派 典型的 典型如 布什父子 基辛格 他们 获得了 巨额的好处 通过与中共的勾兑 获得了巨额的好处 但特朗普 他是 不属于 其中之列的 不属于这其中的 之列的 非建制派 他代表的 他的基本盘 是在 与中共国竞争当中 失落的 美国中产阶层 特别是白人中产阶层 另外一个 就是 共和党 他的这个 保守理念 那么共和党 他追求的 他的基本理念 是追求一个 有限的政府 也就是说 反对大政府 那么共产党的政府 是极端的大政府 是极端的大政府 都是 没有民主约束的 没有民主约束 没有新闻自由的 这种极权的大政府 那么西方 左派强势的国家 比如说北欧国家 包括现在的 英国 法国 德国 左派也相当强势 他就是一种 大政府或 趋向于大政府的 一种国家 这种 模式 的弊端 已经在欧洲 越来越 淋漓尽致的 表现出来了 共和党的 共和党的 他所追求的这种 有限的政府 他是一种 很直谱的 一种捍卫自由的理念 因为政府的扩张 政府的扩张 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政府本身 他是不创造价值的 是要靠 纳税人的 资金 来供奉的 那么政府 越来越成为一个 包办 扩张的一个政府 那么 他征收的税 就会越来越重 那么 就会扼杀社会的活力 就会造成物价昂贵 这个 业主的创业积极性 下降 因为 特别是这个中小业主 因为你累死累活 还不用去领取福利 那么这个创业积极性 下降就会造成 工作机会的减少 就会形成 现在这个 欧洲许多国家 这种现状 社会发展成本高涨 停滞不前 这个 这种弊端 这种弊端 持续的话 你就很难与中共国 这种低人权 国家 这种专制国家相抗衡 因为你发展缓慢 那么特朗普 所代表的这个共和党 他这种基本的理念 他是一种 追求有限的政府 中共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富服力的一种模式 他是 通过这个洗脑 诱骗 什么心灵鸡汤 狼性文化 诱骗 外加强制 迫使 那十几亿韭菜 去泪死泪活 自以为 泪死泪活 可以成为马云 第一个实际上 创造的价值大头 落到了党妈的郎中 他是一种那种 他这种模式 他在一定的范围 在相当的时期 他是行之有效的 特别是在这个西方 左派 倾散 中共 经济 帮扶中共的情况下 他是行之有效的 他反过来构成了 对西方国家的 这种竞争的低人权优势 那么 左派 那么西方左派 追求的那种 有效的政府 他虽然没有像中共 这么极端 但是他从另一个方面 就是 纵容这个懒惰 纵容这个懒惰 这个扼杀 创业的积极性 他导致 西方国家 输给 中共 表面上看 他是 可以给这个老百姓 福利好 但实际上 如果就业不行 如果社会活力缺乏 创业积极性 减少 那么这是要输给中共 输给中共国的 那么特朗普 以他为代表的 这个共和党人 他就 想摆脱这种 困境 使这个 保证这个创业的积极性 提高就业 提高社会的活力 减少税收 这是他的目的 当然他的 他的这种 提高社会活力的这种 方氏与中共本质不一样 他并没有否定这个 公民 应该得的福利 他跟中共国的 负福利是完全不一样 他追求的是一种 保持这个创业 生产 就业 保持社会活力 同时又 保持这个自由 人权 中共是 把自由 人权 民主 统统抛弃 牺牲掉 把这些 十几亿国民 当 当劳改犯 当韭菜收割 当劳改犯 驱使的 一种 一种这种 极端的 追求财富的 一种异端的模式 之所以不能够选择 以拜登为代表的左派 是因为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人 他的理念 他们的理念与中共是内在是相通的 首先他们追求是一个有效的政府 政府怎么样最有效就像中共政府那样 是最有效的 以拜登 以民主党人为代表的 这些西方左派 他摆出一副 到达的高姿态 摆出一副 非常非常强调 关照普世价值的面孔 实际上 他们非常虚伪 我试问诸位 不管是默克尔 还是美国的民主党 他们20多年来 普世价值不离口 但实际行为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一边嘴皮子上 谴责中共 侵犯人权 不实际民主 声援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人权 另一方面 他们却与中共 经贸合作 互通有无 紧密 提携 在经贸上给予中共的大力辅助 那么几十年来 获得了什么结果 结果就是中共通过大防火墙 过滤掉了他们 嘴皮子上 声援普世价值的声音 又通过 西方左派 政府的经贸清善 大发横财 经济崛起 然后 用 爆发的财富 对西方国家进行渗透 全方位的渗透 对西方的这个 知识产权进行剽窃 而且 疯狂的扩军备战 威胁 自由世界 比如说台湾 比如说南海 威胁周边 弱小国家 威胁自由世界 剥夺香港的自由 这就是左派政府 嘴皮子普世价值 经贸 升幅 中共 杰出的 硕过 那么 现在这个 以特朗普 为代表的 这个 共和党的非建制派 就要改变 这一切 就要从经贸上 来打击 中共 这个才是对中共的实质性的打击 你嘴皮子普世价值没有用 中国大陆民众也听不到 他防火墙一过滤 你什么用都没有 只能只有作秀的功能 但是经贸打击中共 对中共实施脱钩的遏制 全面清洗 像特朗普政府 现在这样 一步一步 全面清洗 共产党在美国的 势力 在美国的组织 甚至 不惜 要把这个中国的 这个社交远见 微信 那个T-talk 都要清理出美国 把中共的 这个命脉 全投国企 华为中心 中心科技 把他卡断 他的命脉 断供他的芯片 这才是对中共实质性的打击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你如果希望 你不希望这个 美国 继续的被中国共产党 渗透的千疮百孔 你如果不希望 继续看到 那些在美国的粉红 五毛 愤青 此高弃扬 两边鸡贼 那么就请投川普一票 共和党人 才是中 才有可能成为中国 民主化 真正的朋友 才会成为 自由中国 的辅助者 我刚才说了 民主党 它的理念 与共产党是 内在相通的 都是反传统 都是平均主义 民主党 鼓吹的那个 平权主义 实际上与中共 照顾少数民族的 这种少数民族 加分优待 这种政策 是如出一车的 就是特定的 这个群体 比如说黑人群体 还有这个 拉美裔 等等等等 可以通过 这个平权法案 第一两百分 都可以进同等的大学 而华人白人 还有很多优秀的 这个主义的学生 考很高的分 都进不了 这跟中共的 这种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 是如出一辙的 这不是真正的公平 这是平均主义 这是以 这是以压制和牺牲 强者 来追求所谓的公平 这不是真正的公平 真正的公平 是机会均等 而不是平均主义 所以这个 民主党 它这个理念 与中共是内在相通的 而且 这个堕胎 纵容这个堕胎 纵容这个同性恋婚姻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纵容毒品 大麻合法化 男女同侧合法 这些都 这些 这些五七八糟的 这种反传统的 这种鼓吹 对于一个社会 是非常的有害的 同性恋泛滥 毒品泛滥 这个 男女性别混淆 那么家庭将面临解构 结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民主党 它在做这个 道德的高姿态 它实际上是在毁灭 道德 毁灭家庭 毁灭社会 所以我们 为了 为了美国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为了美国的 未来 也为了中国的 早日获得 民主和自由 我们都应该投川普一票 川普是靠谱的 他能够认得清 谁是美国和中国的 头号敌人 头号敌人是中共 而不是现在 经济总量 只相当于 中国广东一省的俄罗斯 俄罗斯没有钱的 他哪有中共 这么大的能量 到处渗透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我们切切实实 让我们切切实实的 行动起来 投川普一票 投川普一票 就是投我们 华人自己 一票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